究竟現在中共是誰掌陀呢? Lily 我問你 你也回答不了 中共是誰作主的? 他是不是效仿了那個毛澤東 叫他老婆去管這個國家? 管不行的 彭麗媛何德何能? 據說最近彭麗媛在軍中那個高層人士 而那個任命是要過 彭麗媛做了主任 是一人的委員會 據說都好像趁習近平有事 不知道有事是病了還是什麼? 然後彭麗媛那個人事處的主任 據說都被那些軍頭扔在一邊 就是投行自散 不知道啊這些 中共那些就是恭維政治 沒有人明白他們搞什麼 因為他們根本就從來都不向人民負責 他們都不是為人民服務 是要全體人民為共產黨掌權的 極少數高級的官員服務 是人民為官僚服務 所以現在官員官不聊生 便頻頻頻在網上舉報 這些舉報有沒有效 天了得 但是他們要拚一拚 如果現在不拚 遲些上網證一出來 他們在網上見大家的機會都沒有了 所以現在中國人是非常危險的 如果說全部都被蓋了 什麼訊息都透露不了 是不是這樣 是啊 其實中國就是全世界最大的黑箱 全中國大陸就變成了可能是銀河系和宇宙最大的一個監獄 要以人口計 以一個專政極權的體制來計 中共將會是全世界最大的露天監獄 也是全宇宙最大的數碼牢房 如果它行了上網證 數碼牢房 就是說所有人如果要上網 如果要在網上有一些互動活動 你沒有一張上網證 無論你是網管 網證或者網號 你都完全住在互聯網 中共是批發地收集了全國超過10億網民的資料 而且一件KO 如果你不聽話 你還想在網上舉報 當你一舉報 你的樣子一出中共那些官 在數碼大數據控制之下 一鍵一按個鍵 鍵是指鍵盤的鍵 你就已經消失 從此永遠都不會再出現 因為你的上網的號碼已經被人關掉 取消了 永久消失在這個宇宙裏面 是的 在網上永久消失 沒錯 他們可能在大陸只有一個聲音 就是說擁護共產黨 這個聲音才可以出來 其他的聲音可能全部都是被掩蓋 被一見就KO了 就是叫做清一色 中共要搞清一色 無論人民 無論官員 個個都要跟著最高 一人 一個人 就代表14億 14億要聽一個人的指示辦事 你們個個都是機械人 唯一有老的那個 是在北京中南海坐著 他說東就東 他說西就西 他叫你們跳樓 你們個個一起跳 你個個都是機械人 就算你是肉體 你都是用肉體包著的 是沒有自主能力的人形機械人 這個就是數碼極權的恐怖地方 是比1984 是比動物農莊 George Orwell所描述的 一種極權世界還要恐怖一萬倍 因為當時George Orwell寫的時候 都沒有數碼極權 沒有大數據控制 現在習近平他企圖要利用這種數碼上的優勢 掌握你們 不單止實體控制你 在虛擬世界都要你們遙控 都給習近平遙控你 你走哪兒走哪兒 你做什麼做什麼 如果你不聽 我不用看見你 我亦都不用你在網上出現 你已經被我一見就KO了 好不恐怖 是啊 好像比這個三年的疫情更恐怖 就是三年的疫情都可以在網上去交流 現在可能是長時間 從此以後就在網上大家就消失了 就是你一得到這個上網證 你的資料 個人資料 消費行為 網上活動 發表什麼言論 一覽無遺 亦都是中共那些網上的牙差 就是網上的那些惡棍 全部都知道了 他不用見到你 他都不用拘捕你 他控制了你在網上活動 你發表了批評習近平或者是單單打打 你都未必正式批評他 只是單單打打 用一些反面的說法 網警已經可以殺利於無形 你準備想買高鐵 從北京去上海 買不到 你在上海準備買一張機票去香港 在網上買 買不到 因為網警已經一件控制住你 一件被殺了你 唉 我不想出街 我想買外賣 都沒有得買 是不是連這個銀行卡 就是說你想用銀行卡去聯網 什麼買東西 全部都沒有了 你的金融活動 一件停了 你的網上 荷包 是被清零 你所有資產都被清零 可以 你擁有物業 全部都凍結 客氣也叫凍結 實質地就是拿了你的東西 是啊 實質地就是共產 你那些富豪想走資 不是癡心往上 當你想說把資產轉移到外國 未曾轉移已經被人遙控 凍結了 全部 告訴你數億 數十億 數百億 以後的高官 貪了那些錢 以前就說 藏在家 在牆壁 在地底 在天花 無理由 全部都是電子貨幣 你貪的那些錢 突然間 你有三十萬元 你的帳戶裏 突然間多了三百萬 於是 突然間出現的錢 被凍結了 要先查一查 那就是說 官不了身 連官員貪污都沒有 藏著他們的資產 貪回來的錢去哪裡 沒有啊 以後已經沒有了實質的 沒有實體的鈔票 全部都是網上的電子貨幣 那就是說 這個實質的鈔票已經是廢紙了 就是用不了了 還有呢 它有可能就是 只有少少的人 就是說 比如高官 才可以免於網上的自由 這樣 可能就是很少一部分人 幾個人 或者是很少一部分人 才可以有上網的自由 其他的那些不用說了 全部都是沒有自由 本身是一個大監獄的 那它現在用到這個 網證網號 等於是 好像何生說的 等於是籌衣的 熊碼來的 那它當然不會再給那些韭菜 全部那些韭菜 所謂的官員 都是沒有這個自由 上網的自由 是的 這裏你講得很準確 你做了囚徒 你是數碼囚徒 哪些人有自由呢 就是監獄長 域警 那些執行監獄管理的人員 那些就是有自由 因為他們管理 你被管的那些 哪怕你是北京的政治局官員 你如果不聽話 你都沒有自由 網上的資料 全部一件 一覽無遺 所以這件事很恐怖 所以那些有遠見的知識分子教授 都知道死定了 如果習近平走上這些 違反人論 反人道 也都是違反全部國際的普世價值 甚至控制每一個人的私隱 是侵犯私隱 絕對是人權損害的做法 這些是有史以來未見過的 最極致 也都是最殘酷的 極權統治 這種獨裁的統治方式 是世界上未見過的 是中共第一個實驗室 準備 準備實施 嗯 是 最近看到一個貼文 就是中共奇觀 農民網上喊煙 職工網上喊煙 律師網上喊煙 法官也網上喊煙 警察也網上喊煙 女大學生網上喊煙 還有鄉書記的爹 都網上喊煙 真的的確都是 這個很奇怪 很奇怪的 還有就是 也都是出現在這個 所謂的中共高層 集體隱身的時候 是發生這個現象的 是 就是因為現在的管治 開始鬆散了 中共的管治 它中央的極權控制 就是出現了一些 博明奇妙的漏洞 甚至發現官媒互相吵架 為了那個灌彈 互相吵架 什麼都有 那就是說 好像被人感覺到 中共的高層 是出現了散架 好像快要崩壞 那樣 一種被人覺得是一種 是中央的控制力 是慢慢消失之中 所以搞到海外都有影響 護衛的官員 叫做賢豪賢 就出逃 就是判徒 判徒這個中共 就做了難民 傳出來 希望得到法國政治的庇護 何生怎麼看呢? 是 這個是袁浩然 就是國家體育總局自行車 自行車激劍運動管理中心的副主任 是在巴黎奧運會 就是出到奧運 是現場管理的其中一個官員 那他的微博帳戶就叫做混合泳 曾經發表了一些 都是 就是他用過筆名 用過對外的名字叫混合泳 就發帖 就說和那些同事 就爭論一些游泳比賽裡面 就是美國那些運動員 就是游完水之後的臉是紫紅色的 那當然是暗示是不是吃了藥 因為中共的游泳隊被人一天狗測 當然全部都是 所有泳隊那些 不單止中共 一天狗測 搞到他們自己說 嘩 你玩死我 所以我表演失準了 然後然後 袁浩然就說 你們官媒 央視播放說人家是紫紅色 你不要這樣暗示別人吃藥 其實根本就可能是那些 那些LED燈 一奧運這次的主色是紫色 那些燈很強的光射下來 就出現了偏色 連國旗也偏色 如果那些燈反射下來 就不要這樣 含沙射影 你游泳輸了就不要說別人 就是這樣暗示說別人是吃藥 就是不公平 當然也說過 他也說過自己去日本 出差去日本 之前說日本那些人 很有文明表現 跟中國真的相差很遠 人家看到秩序整延 就是好像推崇日本 那些人很有禮貌 中國那些 這些已經被網民挖出來 所以袁浩然 他現在三千多條的貼文 就已經被稱兇 還是自己稱兇 然後就傳出說他準備 準備而已 現在還未曾有正式的報導 向法國申請政治庇護 是因為有很多海外的公共YouTuber 特別是蔡勝坤說 袁浩然這些 竟然在自己的微博裡面 說是天朝 你不用回去 你回去也有很多吉少 所以袁浩然說不是 在8月11日奧運會結束 他走了閉幕禮之後 他可能留在法國 申請政治庇護都不出奇 因為他這種言論 是在大陸的小粉紅 真的會打淋他 真的會 可能分分鐘會打他 然後回去 你關了微博帳戶都不行 因為你說過這些東西 你得罪了我們偉大的 光榮的 正確的中國共產黨 還有 你好像為美國 保駕護航 當中國的運動員 經常被人說 吃興奮劑 吃藥 最好笑 連馬隊裡面 馬術隊裡面的馬都有吃藥 真的 袁浩然其實說了一些人話 說了一些事實 沒錯 但是這些不適合聽 哈哈哈哈 你知不知道他算幸運 走得出國門 還可以做男民 算幸運 如果真的很多官員 國內很多官員 連護照 連出國都沒得出 不過都是很差 所以他有機會發覺 如果他不走 以後他不用再出國 是啊 不用什麼的了 所以就是說 中國 自從 有了中共之後 中國人非常之多的男民 在全世界 所以都是非常之慘的 因為誰願意去 離開自己的祖國 去做男民 是不是 肯定就是這個中共 就是不行 不行民心 搞得這麼差 人家才去外國去做男民 有誰想去做男民 是不是 包括現在香港人都是 真的很慘 是啊 我們是被中共趕走的 有很多要被迫去外邊住的 特別是2019年之後 很多真香港人 不是真心 當然有很多是想移民 但是有很多是被迫 離鄉別井 去到新的地方 特別是那些 二、三十歲 三、四十歲的那些中青年 他們正當人生 當澤的時候 如果在香港能夠發展 為什麼要到處走 就是因為中共 走不單止民不聊生 現在連官不聊生 軍不聊生 所以中共 鎖到之處就好像黃蟲 各個人都沒有一口好吃 不單止你在家裡 坐不定 在網上 你連網上都沒有一席之位 是呀 因為他做了他的上網證 之後 你去到家裡 捉不出戶 想透過網購買一些食物 可能都被人一件KO 這種生活 很恐怖 這種不是人的生活 也不是普通囚徒的生活 變成了大數據下面的監等 變成了數碼的一個 就是被人給一個上網證 就是數碼的籌衣號碼給你 他心理上已經覺得自己是很壓抑 你怎樣去安安樂樂活下去 是吧 是不可能的 所以不開反這個共產黨 你真的永世 包括你的下一代都不會有好日子過 好